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会想要邀请他再来上我们节目 因为他在2021年的时候 其实就上过创业新生代 那时候我们刚认识 今天这一集会想要再邀请他 再回来我们节目上面 跟我们聊聊近况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我们实在是太久没见了 第二应该是说我们太久没有在台湾碰面 我们近期在日本碰面的机会 可能都比在台湾台北碰面的次数 还多上大概三四倍 因为对因为今天这位创业家 他其实最近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开拓日本市场 让我们欢迎身败无限的创办人Maxwell 大家好 我是Maxwell 我们当年到底怎么认识的 我忘记了 其实当年就是 我们公司是2020年成立 然后就很有幸的就进入了QITC的计划 高通台湾创新竞赛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是借由高通台湾创新竞赛这个program 然后我去主持 然后后来我们就在2021年邀请你来上podcast 介绍当时深迈五线VM5的应用 然后而且我们还实际的就是进行合作 在在密台北现场有应用到 对 密台北就是我们在台湾第一个大型的合作的展览 对 大型的测试场域 对对对 而且就是也借由这个实际的导入 让我们更知道就是使用者的一些需求 然后如何去调整 那其实不管是QITC跟密台北 然后跟我们VM5这边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借由这个新创的场域跟展会 跟应用 然后快速的导入 坦白讲2021年那个时候 我们都很着眼于这个解决眼下的问题 那个问题叫做翻译 对 那个叫做参加一个国际论坛 可是我听不懂台上讲的英文 是要怎么办 对 或者是我参加一个国际性的展览 可是那个导览的内容 我听不懂怎么办 在2021年 其实也才几年前 但是当时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想象 老实说 就我是只作为我们一个消费者 就老实说我们都很着眼于眼下的问题 对 那今年我去参加那个 深层是就Gen AI年会的时候 我听到杰立峰老师其中一 他的演讲里面其中一段分享 我自己有一点那种被打开想象的跟震撼 他说其实深层是AI对人类 包含在文化上面 或者在沟通上面 其实创造非常大的impact 当然这不是他的原话 他的意思大概是这样 就是他请我们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未来 当每一个人都不用学外语了 都可以直接用自己的母语 可是可以跟不同语言 不同种族 不同文化 不同国家的人沟通的时候 想想看那个影响会有多大 然后就觉得 对耶 然后这不就是VM5在做的事情吗 可不可以跟大家再跟听众朋友聊一下 你们现在的那个产品的核心技术 是怎么样的一个样貌 其实我们当初就是看到一个痛点 其实就是像我们刚才聊的 台上都在讲英文的演讲 或是甚至是日文的演讲 就完全就是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而且没有很好的一个及时翻译的一个solution 然后可以落地 那当初在深层式AI的年代之前 其实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 对 对那为什么那时候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第一个跟我自己的背景有关 在之前都是一直是在软体产业 对 而且是在做语言 localization culturation相关的工作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很想说 那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做数位转型 对 可不可以提供一个每个展览 不管是大型的活动或是小型的活动 都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方案 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最疯狂 最还在强调的term叫做数位转型 那个是我记得 所以我记得我们21年那个时候录节目 我们一直在强调是这件事情 把这种展览啊 对 论坛啊 这种传统的内容产业 可不可以进行数位转型 然后那个时候 但其实我们在做的其实就是AI的事 是 对 那其实 我们讲甚至是AI只是一个底层的技术 对 那其实更重要的是 你如何让它商用化 然后垂直应用 所以在市场上就更注重就是我们讲 垂直应用的AI的方案 其实就是在下一个 就是当初internet时代来了 internet就是一个底层的技术 但如何在上面产生internet的这些垂直应用 是 所以你提供的技术就是给这些 所有有需要这种 AI 即时翻译的这样的一项技术的业者 或者是个人 当然就是 技术是提供给业者 应用是提供给个人 对 就是提供给他们 让他们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之下 然后可以做到 AI即时翻译这件事情 就是跨语言沟通这件事情 那我们的 其实核心的话就是一句话就是 语音快速转译 对 听起来很简单 就是即时 那以前大家都用 那跟Google翻译有什么不一样 Google翻译就是你要按一下开始 讲一句话 对 按停 对 然后再产生翻译 但这个我们叫逐句翻译 不是同步翻译 对 那反正就是在时间线上 没有办法叫老师停下来 演讲 等你翻译完 他再继续演讲 那在线上是不可能的 对 那一定要用技术跟产品去符合解决这个痛点 我还记得真的当年 可能在Gen AI的概念 这么流行跟这么普及之前 VM5要去介绍自己的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总是会碰到很多的 对 就像刚刚Maxwell说的 你们跟Google翻译有什么两样 那你们就在做翻译吗 那是背后有人翻吗 那怎样怎样怎样 那所以你们就是有一个资料库 然后去 就是会碰到很多 就啵啵啵啵啵啵 那所以你们是这样吗 你们是这样吗 的疑问 可是Gen AI一出来之后 你们的存在就变得 理所当然也理直气壮了 其实在Gen AI 就是红之前的那个那一年 我们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人家就是有点 就是像卡尔讲 有非常多FAQ 对 就是经常被问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 那就变成是 那时候其实教育市场成本还很高 对 对 那当当时我们看到Chart GPT-2的论文 跟为什么Wide Combinator的执行长 要去Open AI 这件事也产生了好趣跟调查 是 然后我们才发现 哇 GPT-3跟3.5 它跟2还有这种 就是我们讲大群演模型的年代 快来了 那其实是有看到这一点 然后就开始做这件事 那实际上有证明也是 当甚至AI红的时候 有AI红的时候 你就不太需要再去教育市场 大家都懂了 对对对 你们的背后就是有一个AI 在帮你们做那件 做所有事 讲得好像自己很懂一样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一样不懂 我们只是知道有一个AI 在帮你搞定所有的问题了 了解了大概那个核心技术的原理之后 那你们现在主要的应用场景 跟应用形式是什么 因为我记得最早我们在MitaPay 做大型公测的时候 那我觉得那真的是蛮硬的 因为老实讲 我们一次就测试两件事 一个是导览的广播 对 翻译 对 好 那这个是小群体 比如说一次是20个人30个人 但是它是移动的 对 然后它的压力来自于 它现场网络讯号 非常非常的不稳定跟混乱 因为大家想在展会的现场 有多少台机器在发出讯号 跟接收讯号 然后有多少台网络 然后也有人会自己架网络 然后还有场馆架的 我们主办单位架的网络 就这样啾啾啾啾 无形的电波 在那边舍来舍去 这是一个测试的场景 另外一个测试场景 比较稳定一点 因为是在固定的这个定点 在舞台前面 可是它面对的就会是大型的人数 因为它的 它的人数可能就是一个200人的人数 是导览团的10倍 然后它的网络呢 比较稳定 但是可能不够强韧 因为随着人数越多 它可能它的压力就会越大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 对 我们当时在测试 那我记得当时的应用场景是需要 使用者是需要透过结合自己的手机 来取用这个即时翻译的服务的 对 对不对 对 那现在呢 现在你们主要的应用场景 的应用形式是什么 讲到那个时代 那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除了就是在 那时候刚好也是4G转5G的时代 我不知道开会不会记得 然后所以我们都 我们都以为就是4G转5G 就是会可以上太空你知道吗 就是以前是搭飞机 现在感觉应该要上太空 对 那就是刚好就是5G刚要开台的时候 然后我们在很早期的时候 就在密台北做了这个第一次的 5G AI即时翻译的方案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现场 就是像刚刚开始介绍 其实4G的频宽够不够 那我们 所以我们用到5G 我们就是跟QIT系一同的方案 就带出了5G的方案 对 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AI方案带进来 那时候大家其实是拿着手机 在听AI翻译出来的AI语音 是 对 那其实在那个现场 我们也有发现 还有更多可以调整的地方 其实大家其实都在听演讲的时候 都需要自己的手机 在做很多的事情 对 那相对的其实 这服务会被中断掉 嗯 对 那后来呢 我们这个在会场的 即时翻译的这个产品 就从语音改成即时字幕 是 其实大家都在看电视或电影的时候 很喜欢看就是外语片 但是就是看字幕 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部分 adoption 到了现场 嗯 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 当初其实还在疫情 的那个阶段 很多都是不能现场 嗯 但是线上就是可以打字幕 哦 对 对 所以在即时性上面就是 符合那个年代的需求 那其实到 演进到现在的话 嗯 我们其实几乎所有的客人 跟现在这个产品 我们叫全是speech 就是 我们可以把线上 或是现场演讲 透过麦克风的收音 然后透过云AI的即时转译 变成呃现场的即时字幕 而且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讲中文 我们的中文可以同时输出成英文跟日文 对 或是更多种语言 所以在现场或是在线上 无论你有几个国家的呃 不同的语言 其实你只有一种原声跟原话 你只要用母语言讲 但大家都可以听得懂你的内容 对 那这是我们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到目前 也是我们一个主要的服务 那这个已经在台湾非常多的大型活动 然后跟那个日本很多大型活动 都已经扩散开来 那其实已经开始扩散 呃到东南亚的也开始在使用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开始推广 欧洲市场 我我我突然好奇哦 那那个论坛啊 就是讲者不管在现场 或是线上演讲 然后他可以及时翻译 投在字幕上面吗 那你们接受Q&A吗 就是观众如果假设一个德国的讲者 然后观众站起来用中文发文 呃有我们其实 有试过这个吗 其实我们现在在现场的话 呃已经有蛮多的主办单位 是有这样的需求 其实我们现场就会加两套服务 一套是给讲者 然后一套就是给现场观众 或者是另外一个讲者 其实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定义 就是你这支麦克风 你就是讲中文 你这支麦克风 你就是讲德文 哎我觉得给另外一个讲者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其实很常我们在台湾办论坛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是讲中文的 或者是台湾的本地的讲者 那老实说讲外语的讲者是少数 他可能是一两位 OK 那他可能会导致就是 好啊 前面四个人 他后面 在他前面四个人 跟在他后面四个人 通通讲中文 通通讲中文演讲 我在那边坐一整场 我今次就听了 我会讲 对对对 没错 对所以他只能干坐在那边 对那那我觉得如果可以有这个给外籍讲者的 就是另外一个或外语讲者好了 不管他这个论坛的官方语言是什么 如果官方语言是英文的话 那很有可能中文会变成所谓的外语讲者 给外语讲者可以有一个这个了解全场的其他讲者在讲什么 甚至包含主持人在讲什么的这个翻译服务 我觉得其实也是很重要很重要 而且很周到的一个体验 我这边分享一个最近的例子 就是中央社一百周年的活动 其实他们请了非常多国外的媒体来 共同参加这个活动 当然他们就是国际讲者 但是现场中央社他就是 即时就是叫了两套服务 一套就是中翻译 一套就是英文翻译 不论你在台上讲中文或是英文 台下人都可以即时的了解 但是我想大型活动翻译这件事情 可能要必须要大家去参加某一个论坛 甚至可能要到出国 才会更常见 或者是你必须要参加这种非常大型的论坛 才会看到你们所提供的这个应用 你们还有另外一个应用 其实更亲民 大家更容易去接触到 然后老实说近几年也非常非常吸睛 因为当他一推出的时候 哇那个 因为他软硬整合嘛 包含硬体的外观啦 然后那个翻译的速度啦 然后应用的场景等等的 都其实引起非常多话题 非常多媒体的关注 包含我去年跟着VM5的团队 跟着GCAM的团队一起到web summit 也是看到你们的摊位就是一定都会被欧洲的媒体啊 航空公司旅行社包围这样子 这个服务叫做Trans Display 对 其实Trans Display它是来自于Trans Speech客户跟我们提出的一个需求 日本客户 日本客户想的 对对 他就是 把那个荧幕抓下来 没有他就是 这个故事怎么 这个产品是怎么来的 其实当初就是客户就 Trans Speech这么方便了 然后讲话就可以及时翻译 然后变成字幕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面对非常多 服务柜台要面对非常多外国人 有没有可能有一个方案 可以让外国人跟我们的日本的员工 可以都用讲母语 就可以快速的沟通 其实那时候是在疫情刚结束的时间提出这个需求 然后那时候在想就说 这到底要怎么做 后来大家都印象 疫情期间每个柜台都有一个塑胶隔板 压克力隔板 如果 如果这个压克力隔板可以出现字幕 这个Solution不就结了吗 结果后来就开始找 有没有这种 透明显示的相关的方案 结果真的有 对 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 就是连结了日本松下的透明显示方案 然后开始去在日本做 我们叫实证实验 也是从JR九州的博多车站开始 对 然后那时候就是第一代的产品 然后选博多车站 其实这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福岡这个城市的新创政策 对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其实在福岡市政府这边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长期的支持新创 非常早啊 大概2015 16年那个时候 对 非常早期 而且也跟台北市有签 就是合作合约 对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 福岡市政府就是很支持这种新创的实验 跟 而且他也有相关的计划可以申请 后来我们就去申请了 跟福岡市政府申请的这个实证计划 告诉他我们的想法 我们想要做什么事 我们想要解决什么事 我们可不可以申请 那个时候已经找到松下这个solution了 对 那松下有答应说要给你们实证吗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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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我们是掏真金白银去实证 就是你们自己采购那个产品 对 然后来改机这样子吗 我们来采购这个荧幕 然后再下去做 对 然后去测试 然后去申请了福岡的这个实证计划 那时候其实 为什么申请博多车站这个点 因为其实我们是对应到更后面 福岡在2023年 就是会举办世界游泳竞表赛 那福岡车站 博多车站 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交通点 没错 对 不管是对国外来的观光客 还是国外来的选手 所以就是变成又 非常多的就是询问的部分 又选一个热门的景点来做许证 然后那个场域其实是 福岡市政府的information center 对 所以就申请了那个场域 然后 但其实内容跟时间也是 他们真的审核文件要准备的非常齐全 然后 你们大概申请了多久才过 我们从开始申请到结束 整个实证实验 大概一年的时间 哇 那实证实验 实证实验真正进行的时间是一个月 然后结案大概再花了另外半个月 大概是这样 花了一年的时间申请 只是为了那个一个月的测试 对因为除了前面的那个 呃就是文件审查之外 福岡市政府的审查 内部审查都没有问题之外 他们还有相对非常公正的第三方 外部委员的审查 嗯哼 所以那时候就是 其实要做这件事情 而且从国外的厂商 要来福岡做这件事情 其实对福岡市政府 他们也是第一次 那那一个月里面的实证的成果 跟这个流量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呃流量的话 那个时候刚好是日本第一个月 打开国门 可以进入那个2023年 就是刚解封 对 2023年的10月底 嗯哼 对 就刚好解封的那一周 那其实也很幸运了 就是因为解封 然后因为这个话题 然后也得到日本媒体的 呃电视台媒体的采访 对 因为有点有点像是那种 你看我们为了这个解封 我们准备了一个新的solution 要迎接观光客重回福岗这样子 其实日本的政策一直是 就是希望吸引观光客 对 对 那语言一直是非常大的痛点 诶那呃 现在在台湾 在台湾的话 有哪一些地方可以用到trans display 呃 现在目前已经长期安装的是 呃台北的松山机场 国际航廈的服务台 然后还有桃园机场的第二航廈服务台 然后还有呃 野柳游客中心 和平岛游客中心 还有金门机场 嗯哼 对 这些都是已经长期安装了 那后续还是陆陆续续 还有其他案子会安装 对 那日本呢 日本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主要是在旅馆 然后车站 然后还有一些自治体 就是政府 嗯哼 的部分 然后呃 去安装这些服务 所以听起来 日本有比较多的机会可以打进一般的这个民间企业 可是台湾现在看起来还大部分都是以官方采用为主 对台湾的官方的话是走的比较快 然后民间的部分的话呃 我们老实说就是说 日本的市场的规模跟台湾的市场规模还是有点差距的 对对 所以在日本的话这边走的比较快 那在台湾的话目前都还在商谈中 对 可是台湾拜托我们也是观光 就是尤其是这个整个东亚地区观光客很喜欢来的地方啊 有现在也是看在路上会看到非常多来自日本韩国 泰国的这个观光客 我觉得各大旅馆跟各大商场都应该要 应该要要采用trans display这个这个服务跟应用 应该可以提升非常非常多的服务效率跟服务体验才对 有其实老实讲就是民间单位不是没有来接洽我们 呃目前的话就是在商谈的这个阶段中 台湾有一些习惯的交易模式 然后我们正在调整这些商业模式 让台湾的业者更有CP值 更有CP值的 然后取得这个方案 对 那我觉得这也是对接市场的一个要做的事情 确实是 就是说服务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产值 所以有时候你会比较难去说服商 可是对我不知道 可是像日本日本的旅馆啊等等 他们可能好像就比较愿意投资这这一类的事情 因为至少至少 我觉得第一个是呃 除了语言能力上面自己有在提升之外 就是可能过去多年前到日本跟疫情后到日本 呃能够直接用英语沟通的地方跟跟人员其实变多了 这是第一个 可是第二个就是我观察到另外一个现象是 至少至少呃旅馆好了 旅馆的工作人员都至少可以拿出一个那个那个 pocket talk 对对对没错 翻译机 然后他就可以跟你 沟通 简单的沟通 对对对 至少是逐句翻译没有错 但是但是能够加快沟通 我要表达是说 其实我觉得感觉日本的品牌 或者是日本的企业比较愿意投资在这一块 这个强化服务的资源上面 其实我们在日本这个市场观察到的是说 他们非常注重这个服务 对 要服务好 然后对这些外国光合 让外国光合就是没有这些远障 无后顾之忧 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跟投入在服务的这一款 然后服务的价值 那其实不止在民间企业 然后甚至是在我们讲的工单位 相关的工单位 他们也花非常多的资源时间 在做怎么样把国外观光合的这个服务 能做得更好这件事情 对 其实他们在这个的专注度上 跟投入度上是非常大的 向来都是 对 我觉得是很指标性的一个国家 对 好了既然我们已经聊到日本 那我们来聊聊海外市场好了 就是其实你们也得过那个CES Innovation Award 在美国 然后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你们在Web Summit真的是被 我如果没记错是什么 土耳其航空 对 都这样子就真的是包围你们的探位 因为我是募集证人 那当然别提日本 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这么多这么多日本了 我也讲到说我们 我们今年在日本已经 已经碰到偶遇两三次了 然后才 你看八月了 我们才终于在台北见上一面 现在聊一下日本的拖展 你们当初是怎么打进去的 透过哪一些方式 就福岡的这个 福岡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他是一个对外籍创业者 他有创业友善的政策等等的 那这是一个 那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管道 还有为什么会一开始就选择日本 那这个故事是怎样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不是我们 当初不是我们去选择日本 其实每个新创大家都想要去美国 所以去申请CES Innovation Award 然后在Las Vegas 然后做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展览 然后让世界看见你的方案 那的确也是被看见 也得奖了 但在现场 其实最多跟我们接触的 就是日本跟欧洲的厂商 那日本离我们近 那我们就开始去对接 这些日本厂商的需求 然后而且就是制定了我们 日本市场的三到五年的计划 那当初老实说 不是我们选择日本 是日本的需求 然后选择了我们 然后开始了这个点 那这个点怎么演 后来我们就开始 那我们要怎么进入这个 听说非常难进入的市场 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 很幸运我们认识了 Jetro的一个计划 对 那其实Jetro它有一个计划 就是协助海外的厂商 如何进入日本市场 到日本落地 对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就是准备好文件 然后书审 然后面试 多久 多久自己说 这个大概 八个月吧 也是差不多 多快一年 对 而且那时候 刚好又是疫情期间 其实都是 透过现场 但是Jetro这个计划 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 其实我们进入日本市场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注意跟点 其实就是Jetro这个计划 其实Jetro他们这个部分 有一个slogan 就是如果要去日本市场 就是talk to Jetro first 对 对 其实我们在Jetro这边 学到非常多 就是如何跟日本企业 或是自制体 然后打交道的一些细节 那他们都会帮你安排的很好 但是老实讲 前期的准备的时间 要非常多 而且自己的计划 真的要好好的准备 而不是是完全自己 没有任何的计划 然后人家就可以帮你生成计划 对对对 所以需要生成是AI 对对 但是生成是AI 你自己还是要有一个目标 你还是需要有一个想法跟指令 生成是AI 才能帮你 就是生成相对应的内容 可是这个是敲门钻 那再来呢 所以一开始是Jetro 远在这个福岗之前 对 在福岗之前 而且福岗这个计划呢 其实是 你们是21年的Award 我们是22年1月的Award 22年 对 我们是22年1月的Award 然后真的进日本是 差不多22年 下半年开始 也已经快两年了 就是敲了门进去还得活下来 对对对 你们接下来 如何在日本市场继续有资源 你可以这样打拼 其实老实讲 就是你去那边 就是一定要做生意 那其实在日本做生意 就是最重要一点 就是时机 然后你就是你第一个 我觉得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 全球都这样 你的方案到底有谁用 到底有哪些客户 谁是你的第一个付费者 使用者 所以当初就是非常的focus在 把实际的案例做出来 然后实际案例做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快速的调整 如果有问题的话 那再来就是 借由快速的调整 然后制定自己 到底可以承受多久 就是测试的时间 然后什么时候要开始收费 对 然后跟对方讲明明白白 那就是照着你自己的计划 然后进展进展 那因为像Jetro 每一盒我们去福岗 那才就是每一盒 但在日本有一个介绍的人 就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也介绍我们去 非常多其他的地方 但是接下来就是 你的客户会介绍你吗 那其实我们接下来 不管是在台湾跟日本 我们接下来的生意跟时机 都是借由台湾跟日本的客户 不断的去介绍我们的服务 给他认识的厂商跟朋友 这样子才能扩展的开来 对 然后现在我们 大概今年的这个阶段 就是我们已经开始 有一些在日本的商业伙伴 然后我们讲就是 有点像代理商 就是这种角色 因为日本实在太大了 你实在没有办法 就是从北海岸跑到重城 重城的跑到 就是到每一天这样子来会 你有没有计划在日本设公司吗 有我们其实在2025年 会正式设立 而且是取得东京都的一个支持 那我们刚刚前面 录音前其实也有聊到 到目前为止 生命无限还没有 接受外部的资金吗 那在这样的国际拓展的过程中 以日本来说 这个成本是可负担的吗 其实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已经开始产生 自己的现金流了 然后有自己的收入了 然后其实我们一直很注重 就是在前期 这个服务的核心 老实说对我们来讲 也还好是日本很近 然后在我们去开发 这个市场的时候 相对其他国家成本 是相对来低 但是它的市场规模又大 OK 所以等于是说 还是有在贪钱 哪贪哪开 对 就是用你持续不断的收入 然后让你的产品 不断的再往下一个 我们讲generation 然后一起去扩张 然后就是逐渐的 加到你的现金流 然后逐渐的结合 更多日本大型的伙伴 然后进入这个市场 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 今年已经正在进行 对然后到明年 大概就会到一个阶段 那为什么成立 明年成立日本法人的原因 是我们要去服务 这些日本的伙伴 所以你刚刚有讲到吗 就是日本很大也很长 没办法靠自己一己之力 就从北海岛跑到冲绳这样 那现在你们在这个 日本发展的几个主要的城市 或者是地区会是哪里 其实我们在九州地区 已经有一个代理商 对那其实他们是 全九州的商业人脉 他们都做非常久了 所以变成九州的部分 我们现在就是不是在第一线 我们就是支持我们这个 九州市场的伙伴 对那这样的模式 我们现在一样 就是在关西地区 在关东地区 然后甚至在冲绳地区 都是用这样的模式在做 那变成就是说 我们就是在网 就是服务提供的上游 是好那来玩日本 那结果那你的美国梦还在吗 还是 没有其实美国对语言的需求是 美国就是只讲英文 对 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大家去美国 都要去解决英文这个问题 你说美国讲英文 但是很多solution都是要去解决英文 不能讲英文这件事 所以是 我举例来说好了 所以有点矛盾就对 逻辑上有点矛盾 我举例来说好了 就是说我们很多的日本客户 他去美国出差 就是带走我们服务区的 然后跟美国的公司开会 然后也是用我们的服务区开会 对 然后去美国去参加 比如说大型的展会跟演讲 也是带走我们的 然后我们发现是 所以到底市场在美国 还是out of美国 对 所以我们就观察到这一点 因为其实你在美国展会 没有人会提供你翻译服务的 对他不乖 对对对 听不懂你家的事 但是你就自己准备去 OK 那我们就发现 好像也是一个反向的市场 那欧洲呢 你们在欧洲那么popular 你们有打算要往欧洲前进吗 有有有 其实就是过去两年 就是参加Gcamp 然后参加WebSummit 然后得到这个KPMG的支持 去年对 尤其是去年 就是第二年在WebSummit的时候 我们连接到更多的实质的厂商 跟商业的伙伴 然后甚至他们在computate期间 都非来台湾跟我们商谈 对对对 那也在computate期间 我们有更认识多更多的 就是欧洲在地的厂商 然后想要去商谈这个方案 所以变成就是说 我们其实现在欧洲发展的一个方式 就是除了当初 我们在WebSummit建立的关系之外 同时我们也把我们在日本落地的 这个经验 这个模式 我们先整套先搬到欧洲 去尝试落地 然后如果有任何需要调整 就是快速的去pivot 然后去调整它 会锁定哪一个国家呢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开始 比较深入的是德国 为什么 对 其实大家会说 为什么是德国 竟然没有选奥运主办国 法国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机缘 就是说 其实大家如果 我们后来自己大概分析了一下 就是说 德国的经济体规模 跟日本 其实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全球第三大 一个是全球第四大 然后再来呢 都是工业国 然后都没有软的服务为主 的一个产业 的一个经济规模体 然后再来呢 老龄化 对 然后再来呢 德语跟日语 都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 然后对外国人 对我来说都难 对 大家都很喜欢去日本 跟德国观光 跟参加展览 是 对 然后 就展览的需求是很大的 对 其实变成说 原来在欧洲有一个 这么像日本的国家 所以我们先开始 把我们这个实际 已经有的经验 然后开始在德国 去尝试对接 你刚刚有讲到 岔开一个题目 你刚刚有讲到说 老龄化 老龄化的社会结构 对你们的服务来说 是有意义的吗 那个意义是什么 好 老人家通常就是听不太到 对不对 对 然后呢 这也是做了 全世界发现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痛点 是 可以提供的服务 其实在日本 以前 柜台要跟日本的老 老先生老太太 做服务的时候 他们是用笔坛 把你要讲的话 写成字 哦 这好心智的观察 给老人 就是看 对 然后老人在回复你 因为他就是有听力的障碍 那全体费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增加这个沟通效率 你讲日文 你的日文字幕 即使出现在这个通明 萤幕上面 然后就不用再比弹了 然后你就可以减省 就是碳 这也是减省坦白 然后增加效率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 除了提供翻译服务之外 也有蛮多的这种 听障的服务的部分 然后我们也开始扩展开来 我觉得确实这个字幕 这件事情观察下来 就一个情境 是刚刚提到的 这个听力上面 比较弱的老人家 其实实际上碰到 一般人来讲 好了 我们 比如说我们通常 在需要问问题的时候 都在车站 你想想看东京车站 人来人往 对 后面有很多人在排队 是 就很紧张 对 然后再想说 我要讲英文 英文又没有很好 对 对不对 然后又结结巴巴的 然后再去讲给一个 在那个很吵的环境之下 再讲给一个 英文也没有很好的 日本人听 然后那个日本人 口音又很重 他回我的 又听不太清楚 然后又很吵 就越来越紧张 你知道吗 我觉得用字幕 真的是完全可以 消除很多这种 基于双方自身的条件 跟外在环境 所干扰的情况之下 所导致的沟通不良 口音 英语程度 吵杂 紧张 被旁边人瞪 想说你买一张 新更新的票 是要讲多久 我觉得有了字幕 其实也可以加快服务 对 而且我们 其实在做这个市场的时候 这个产品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个地方有太多的 synergy 跟数位转型的需求了 终于又回到 数位转型了 对对对对 本命题还没有变 对对对 对 所以但是 基本上都还是用 这两个应用来出发 对不对 对 那其实 如果到了 今年的年底 或是明年的年初 各位可以看到 全世界会进入下一个 新生代的一个产品 对 然后它 不仅仅是这些核心的服务 那它提供更多 解决这个现场柜台的问题 的服务 这样子 所以那接下来呢 除了这个之外 你们接下来还会有哪一些 新的规划 包含海外布局啦 或者是说 接下来又出现了 这个新的应用啦 那还有就是 你们打算募资吗 就好像很少听到 你们有这样的 这样的需求 我们先来聊聊海外布局吧 其实因为我们的计划 已经到一个阶段了 所以我们明年2025年 就是会成立日本的法任 这是指在日本的部分 然后我们之后 自己公司的规划的话 是会以日本为全球营运中心 然后对欧盟市场 所以我要更少机会在台湾看到你了 就是要去日本才看到你了 这个主要是因为这个国与国之间 我们不能说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处境 就是比较艰难 去签这些免税写定 但是在商业的考量上面的话 其实日本它对各国家 都有非常多的免税协议 那变成是说 它对其他的海外市场的部分 它相对你在台湾 可能会更有优势一点 是OK 那欧洲呢 就是去复制日本模式 欧洲其实是 我们是希望先开始导入 全Speech跟全Display 那全Speech是最快可以导入了 那现在已经开始在商谈一些 大型的活动 或是小型的活动 开始建立当地 因为这个产品有一个 它有一个特色 一旦台下的人看到这个服务 他体验这个服务之后 我下次活动也要用 然后你就开始 这个服务就会自动开始扩散 然后它有一种自带的一个口碑效应 那再来的话 因为全Display有带到硬体 那硬体的话 在国际间就是来往的话 那我们现在其实是在跟 透明显示的日本公司的伙伴 在解决 先要解决认证的问题 硬体 电磁认证 因为硬体还是 你进入到不同的道理 欧盟有欧盟的法规 日本有日本的法规 然后美国有美国的法规 可是这个会这么难吗 会像比如说 会像医疗器材 会是医药这么难吗 它其实没有像 就是要取得FDA这么难 但是重点是 后面的后勤服务 这硬体的东西 你维修要怎么办 都要准备好 他们才会允许它在这个国内流通 因为你 比如你这个东西坏了 你要送到哪里 这个流程要怎么走 所以那这样子听起来 其实你们应该会需要 蛮大的在这个资金面上面的支持 所以我们其实 的确我们过去是没有对外开放物资 地址很硬耶 肩膀很硬 一肩扛起来 对 因为我们 其实这也是在美国学的 就是像YCE 它有非常多的线上课程 大家可以去看 这非常有价值 那时候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们告诉我们 就是你要先找到 最热爱你产品的 那一撮了 不是急于成长 是 对 然后去确认 这个最小经纪单位是多少 这些热爱你的产品的人 有多少 自然而然 你可以算得出 你后面需要成长 跟skill的一个部分 那当你有了这个底气的时候 投资人都会听懂你的东西 对 也比较能够预期 他投资下去 他的那个回收 是 效益回收的那个想象 对 所以那这个快要找到了吗 其实我们 虽然在今年没有开放物资 但是已经有非常多的投资机构 跟我们接触 是 那老实讲 大家都说投资有点像结婚 是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跟他 有点像交往的阶段 了解 就是因为他也要跟你很久 你也要跟他合作很久 所以先认识 大家彼此认识 然后觉得 这个投资机构跟法人 是适合你的 符合你未来的规划 然后就再来谈 对 婚前协议 对 因为我们快聊完了 我想要多聊一点点 就是说 其实你看距离我们上一次录音 大概是三年前而已 可是这三年发生很多事 第一个是疫情 然后疫情改变了世界上很多状况 改变了日本很多 让日本变得更愿意拥抱数位 然后我们前面有聊到 就是在数位科技这个时代的关键值 流行与变化的很快 好 2021年我们一直在讲数位转型 怎么样 传产要翻转 结果 现在用小小的两个字母 AI explains everything 那我好奇的是 这个你2020年创业 然后现在才四年 现在的这个状态 跟发展的状况 在你的想象内吗 你原本想象你 创这个业 是要走到这里 跟走向那里吗 还是现在完全跟你当初想象的是 有maybe bigger wider 然后faster 这边分享一下 我觉得我们的愿景是没有变的 用AI的服务 架取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就跟立峰老师讲的那个原理一样 其实如果你看我们日本的简报 我们就是做这个连结的这个服务 是 对 那你说 直线内容是一样的 其实不 差很多 就是 一直 一直调整 对 不管是产品的方向 是 然后产品的内容 那其实都是 你会遇到现场的状况之后 快速的去调整 是 所以其实 我们说四年前的东西跟现在 是完全就是长不一样 然后跟想象不一样 但是技术的核心还是一样 但是更重视的就是 市场的需求 还有使用者体验 然后这些服务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其实带给我们很大一个学习跟成长 就是 计划是一定要有 但是执行 然后就要快速调整 市场远远大于我当初的想象 这是真的 对 而且像最近 我们在日本 就是刚才改了题的话 就是Pockitalk 他明年要在日本上市 对 那他给出了一个 我都好像去买一台 对 他是日本最大的就是翻译机公司 是 是在690几 那就是土C的市场 那我们是做土B 但是 他们 明年上市的 目前的市场估值 价值 公开报告数 是1000亿日元 对 那他是给出一个市场这样子的定位 那给出这样的定位的时候 投资人就很好评估跟想象 好 最后问一句 无聊的小问题 那你有在学日文吗 还是你开会 就是透过你们自己的服务 就可以直接用母语 跟日本人 跟德国人 就可以进行沟通 其实我现在的日文 就是进步的比较慢 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服务 的原因是 因为现在日本人 比如说在开会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开着我自己的服务 然后日本人讲了日文 然后就即时翻译 我就可以知道 所以我的口译伙伴跟partner 就不需要翻译他的 对方讲的 是 但是因为对方没有 所以我们还是用日文回答他 但是增快的会议的效率 是 那这其实也是我们下一个产品 对 对我非常期待 类似像这样的产品 可以把它放到线上会议去 以后 我不管跟世界各地 哪一个国家的人开会 我只要讲中文 是 然后他只要讲他自己的语言 我们都能够沟通 大家都用讲自己的母语 就可以沟通 好 今天非常感谢Maxwell 回到创业新生代 因为我们真的是太久没见了 可是也很难相信 短短三年而已 事情跟世界有这么多的变化 那当然很开心地看到 就是VM5在这个产品应用上面 还有市场拓展上面 有这么快跟这么多的进展 希望下一次在邀请他回来节目上面 他可以再来跟我们分享 更多他的关于这个日本成立公司 然后开始打市场的经验 当然还有他的欧洲经验 希望可以带给大家更多的启发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邀请大家按赞订阅给五星 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更多关心 创新创业的朋友 让更多人与我们一起 每周听一集 认识一个创业新生代